好 那我们今天整个MG49在我们现场 包括像财经背景的邱玉老师 财政委员委员 然后这边有医生背景 包括省书雄大佬 其实我们在这做一番的说明之后 大家会不会更加清楚 其实这个事实上是交代不清的 也带大家还原来听到 比如跟这个刘如意这段的对话 所以呢 对话我们在这边文字呈现了 我们就不再多说 但是他到底柯文哲的账户 有几个 这里头合作金户底下账户有几个 现在说有三个 那里头有一个专门是否柯文哲的吗 这里头有钱 有格格会的计划的钱 台大医院院内计划的钱 厂商的私人的捐助 以及他们这些互助金 都在这些账户里头 让来让去 这里头 我请教湘龙哥 你也台大的了 实在是太聪明 所以想得出这招 又可以避税 又可以吃喝玩乐 还有很多奇怪外均款 让大家在这里享福 是这样子吗 他原始意思就是这样子 我要讲就是 这段的录音就是很重要 就是说其实即使经过了这几天 包括了台大院长到立法院的备训 其实有关于这一段对话里面的玄机 仍然没有被解开 也就是说今天柯文哲 他仍然可以振振有词的说 没有任何钱进我口袋里面 我还是只能够相信他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说 有任何的钱进他的口袋里面 如果有进口袋 那当然就到另外一个层次了 那就很麻烦了 就是你已经把很多的账 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基金为民的 MG149的私账 转到自己的户头里面 或者做了其他运用 好 这部分存疑 但是之所以存疑 我们用疑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段的对话 这段对话里面看起来 还很有玄机 显然里面的账 是有一个清洗转换的过程 但是让证据讲话 不过我要讲就是今天 一般人对于逃漏税 我们一般对于逃漏税 或者说所谓的税务诈期 似乎不把它当作是很严重的事 可是什么叫税务诈期 税务诈期诈期的对象是国家 那你不是一个政治人物的时候 如果你是市井小 你跟国家是对位关系 你诈期国家好吧 刚刚就郑元兄讲的 好吧 我就判你个半年 即使你是荣总的医生 也有准公务员的资格 但是半年 那我举例子就是说 可能各位上个月的时间 你可能看到以韩国来讲 韩国有很多的演艺人员 一个一个被揪 就来公开的痛哭流涕道歉 他的道歉是什么 他就是税务诈期 他还只是演艺人员 但是今天如果有一个税务诈期的 他除了是公务员 他甚至有可能成为 高阶的行政首长的时候 你要如何去看待 他要去掌管国家机器 他诈期的对象是国家 所以为什么民主国家 对于政治人物的逃漏税 或者税务诈期 会看得很严重当重罪 不会把它当一般市井小民 看待就是你掌管国家机器 结果你诈期的对象是国家的时候 这是不可饶恕的 那即使是今天涉及到 这些所谓的工杖的部分 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要回头去听 台队院长当天的讲话 我觉得院长当天的讲话 经过这段时间的还原之后 我觉得院长当天的讲话 是有问题的 院长等于是说 要很快的把台大设个防火 先说MG149是很干净的 那看你认知的MG149是什么 因为如果会有这种 许多账包括了 就甚至大家在质疑 柯文哲的妹妹 为什么钱捐进去又出来 那就是要结税 他们叫结税 其实就是税务诈期 他为什么可以做结税呢 如果说今天只是 黄伟哲的户头 或者我唐强龙的户头 你会比前到我户头 我再把它转给你 然后能结税吗 不可能啊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收收据 第二个 它没有任何基金公益的名义 因此这样子的一个户头 它能够形成结税的效果 会有许多人增心口 包括企业 包括私人 都把钱进去 在当天出来 进去出来 然后账面上面看起来是平静 但是里面的波涛汹涌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经过了 这个过程当中 共同的去诈欺的国家的税 好那这个诈欺的税 它为什么能够成行 我提醒院长 就是因为 他让所有进去的人 跟出来的人的那个单据 他都是经过了一个 以402基金为名的 MG149账户的保护 让捐的人 让你收人以为说 我捐给了402或者MG149 出来的时候呢 是以MG149基金的名义呢 再出来 他就洗过了 如果没有那个不干净的 MG149的保护 是没有这个效果的 我觉得院长 必要重新思考这件事情 MG149是非常不干净的 好 所以院长是知道 还是不知道 这个402专户 其实已经被 至少在MG149 在台大外科加护病房 被很认认真的在利用 那这个部分呢 税务诈期 接下来我们等检调 好好的查出来 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 今天我们来宾 的讨论 瑞云还是有很多人 在帮助柯文哲 只是帮着 不知道该怎么个帮 那你怎么接受 你能接受吗 今天就打一个操作费吗 因为我从来不认为 帮助柯文哲 我只要很清楚的 把这个中间的疑点 我刚刚提到了 我也同意 这个柯文哲的账目 这个刘如意 他的合作金库的账目 要公开出来 最好就上 同样的 我觉得 就是这样一个公正的 所以这不要 我不敢讲 我们是真人物 你要讲公正 他信者横信 不信者就不信 但我讲出的论点 当然认为 公不公平 公不公道 刚刚 这个是台大医院提供 那天开会 台大医院提供的 所谓的MG149 他不是账户 他说我402底下 402底下 那各有130几个 比如说400多个 这个MG 那你要捐进来 那你说你要用 做什么研究 拨钱给你做什么研究 都要经过台大省了 所谓11个张在这边 他的账户的余额是 六十几万而已 每年进出 大概两三百万 两三百万 这个不是刘如意的账户 这是台大 院长认为干净的MG149 问题在 刘如意的账户 怎么开得出捐款收据 如果开得出捐款收据来 402台大医院 肯定有问题 如果开 不是 不是没有开收据的 那有什么结税的功能 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要把这个东西剪掉 如果说他不是用402的资民去开的 我何必借着这个户头 把钱进去又出来 进去又没有任何意义 这什么叫洗钱 我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其实简单的说 那今天国内局也去调 也去调 包括基金会 或者包括美商 或者包括怎样 都去调查 那检调也去调查 我觉得OK 地长也去 整一步也去查这个账 我觉得OK 这问题是 我还是要要求同一个标准 我只能这样讲 查也同样一个标准来查 那我们就继续查 看讲单位要怎么查 大家发现说 那真的是柯皮讲的 今天要不是他要选市长 干嘛要管这MG149 但从那个角度部也来看看 你就知道 包括台大教授 台大医师 带头在这里 怎么样的炸弃国家的税务 好 所以这次的一个 引起大家的大地震 要好好的查一查 值不值得 值得 我们待会回来